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我是何元 前一段时间张银发了一篇关于创持蓝天X这个技术的微信公众号 如果你没看的话现在可以去补课 如果你要看了的话 你就知道我今天要干嘛去 就是去日本 哎呀北京今天难得这么好的天气 蓝蓝的 所以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放弃这个厂团的机会 厂团是最爽的了 有好的空气 有好的路况 走 出发出发出发 我们这次飞福岗还是精挺大连 还不是直飞 然后都没有人后了 我想上免食店买东西都买不了 但是不知道一会儿能不能 开到新庆座 好嘞 那现在已经到了酒店了 现在是日本的时间因为有时差 14点17分 终于入住到了北九州的小仓 景色还是不错 但是大家会看到怎么感觉有点像工业城市 而且还有烟囱 确实是 其实这个北九州的整个 它在日本地区 它的重工业确实比较重要 而且日本当年有很多很多的演练金属的工厂 全部都在这边 而且它的年头也很长了 在差不多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我听他们讲 也是污染特别特别严重 现在治理的好很多了 而且在北九州小仓这个地方 有一个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一个企业 就是toto 就是做卫浴的那个 刚才我好像看到了他们总部 好像还有一个博物馆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四处逛逛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仿的大众的t1 太可爱了 那我现在已经回到酒店了 那刚才下午去转了一下这个附近的街道 然后之后去参加了马斯达举办的那么一个欢迎宴会 而那个场所一边有很多领导都在啊 所以我就没有拍摄啊 出于礼貌 我也不能出去啊 这么晚了 不安全了 这么帅 永远被拐跑了 那就明天早上起来 我们去静态体验一下马斯达4X8 足足底健康足域35分钟 我来个98的 98都长这样了 298不得 不得起飞了我 其实跟北京的这个黄奔车差是不太多的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一帮人到了这个门寺港 其实进行一些小小的观看 其实就是日本当年很著名的一个港口 这个是今天的重点 哈喽大家好 这一期呢咱们就来一个CX8的这个一镜到底 我们现在是在日本 然后在门寺港 感谢马赞的苗姐帮我举着摄像机又说了一遍 那其实这次呢 CX8仅供一下参考 因为毕竟是日轨版本的车型 今天中午我们吃了这河豚 河豚就是鼓的比我脸还大的那个烤铁 那我就不客气了 开动了 开动了 我真没吃过河豚 漏气 容易漏气 这个河豚啊 这个全部的是要烤的 没有 差不多 谢谢 自然有嘛 哈哈哈哈 就是日本在日本要做河豚的话 一定是那个是认证吗 他们需要 对有考试认证的 国家的 国家系的 国家系的 就不跟那个什么蓝祥就没有关系 所以说句比较好吃的 不是说句比较官方的话 就是其实还挺好吃的 哎 那我们现在到了脚岛 这边后边这个大岛啊 就叫做脚岛 而这个桥叫做脚岛大桥 我说的好像是个废话 其实是这样 我们现在所在地呢 是脚岛大桥 它所在山口县的下关市 大家提到山口县 会不会觉得 这跟山口县有没有关系呢 我告诉你啊 没有 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聊这个事 因为山口县为什么要叫山口呢 就是因为它的创始人 不叫负责人 创始人叫做 山口春吉 所以它跟山口县没有一点关系 千万别像我一样四处露窃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脚岛的这个海边 常年它会有一些雾存在 而且现在还是日本的这个梅雨季节 所以能看到今天这样不错的海面的风景 就已经很难得了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海面是有一些 比如说像那种马带呀 那种很透很浅蓝的绿色的那样的海面 很干净 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法去下海 而且呢 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其实是在为我们的这个马自达 它这个观设 来提供一个动态拍摄的这么一个工作 所以现在也就只能晒着太阳 享受一下了 其实我刚才在日本坐在左侧啊 有点不太习惯 但其实整个感觉从驾驶和整体感受啊 跟我买那个RF几乎一样啊 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我就放心了 哈哈 我们趁着今天这个晚上吃饭之前的时间啊 我赶紧出来遛过班 今天试称完了马自达的3X8之后呢 到了汤田温泉 两个故事吧 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故事呢 就是这个地方啊 它这个温泉最早是谁发现的呢 传说是一只白色的狐狸发现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会有很多白色的狐狸的雕像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地方是日本明智维新的发源地 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景尚新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而且这个地方就作为整个明智维新啊 日本明智维新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首先呢 这个Otobux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汽车配件的 一个商店 看见我活做什么了 RX8 哎呀 听得好呀 哇 刚才呢 在这个很大的配件商店里面 找到了两张 其实我估计也不是官方的 就是这个叫做初心标啊 也就是日本 比如说你刚学车呀 就实习嘛 说白了就是实习的意思 这个初心的这个标志 这样贴的 买了两张 到时候抽奖全部 这个抽奖送掉好不好 然后待会儿大家来关注节目就OK了 OK 那我从漫画这里出来了 因为里面不让拍照啊 这个就不能违反人家的规定 买了三本漫画 《火影忍者》72卷 就是最后一卷 第一卷没有 哇 然后呢 龙珠啊 Dragon Ball 第一卷跟最后一卷 看着我穿这支衣服是有点尴尬 我都觉得挺尴尬的 今天的任务基本上差不多完成了啊 我们入住了温泉酒店 然后呢 它是客厅啊 所谓的这个悬挂这个部分 还是一个这个榻榻米的这种形式 里边走进去呢 是这个有床 你可以选择睡床上 其实这地方也可以睡 然后呢 温泉酒店嘛 它给的这身浴袍 我觉得入乡随俗嘛 还是要穿上 那明天最主要的就是SKYACTIVE X 创持蓝天X这个技术 体验的整体感受 那今天怎么就先到这 我赶紧写写明天要说的东西 呃 其实 真是 你看我每天 包括我呀 郑哥呀 其他的媒体老师 说之前 其实都得把第二天要说的东西 尽量想好 呃 呃 比如说一些 提前能知道的一些知识啊 尽量的摸熟摸透了告诉大家 然后临场呢 比如说像试驾这样的体验 都是临场 必须要 呃 快速的理解 快速的上手 快速的感受 快速的表达 呃 其实 谈辛苦肯定不辛苦 但其实有的时候 焦久心跟大家 其实觉得挺 挺挺挺挺挺 挺没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你说的东西 别人不理解 嗯 键盘车是骂人太简单了 但是 作为 一个有良心的 或者是 希望能对说出去的话 负责任的 媒体的 从业人呐 我 其实真的 其实是要付出很多东西的 嗯 嗯 早 那今天呢 就去试驾这个 创始人呐X啊 我离集合时间 还有几分钟 我就上酒店对面的这个 景上公园逛一逛 呃 在这里呢 就有很多昨天 我能说到 白色的 狐狸的那样的雕像 而且呢 也能看到这个 明智为亲 重要我做 重要的这个人物啊 我昨天说的这个 景上心 景上心 其实这样的这个 这个街景公园 日本挺多的 而且真的维护啊 整个的 这个感觉也特别好 就像哆啦A梦里边 那个大熊他们老去的 那个地方 然后你看 这个就是那个白虎 哎 这个就是当时说 发现温泉的这个 吉祥物吧 就算是一个 哦 对了对了对了 如果大家能看到 呃 像这种 公园里边 有这样的 用温泉来泡脚的地方 大家其实可以 随便啊 是免费的 但是记得要戴毛巾 把自己的这个脚要擦干净 然后穿好鞋再走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罗宝稿 那这期其实 呃 真的是很临时很临时 因为今天在美美菜道 我们 没有时间 或者是 也不让我去拍摄 所以现在只能 用我 啊 现在呢是日本的时间 23点 43分啊 明天就回北京了 那这一次 其实参加马自达的这个 创车兰电X的活动 也差不多 最后落幕了 而这么晚呢 在日本 基本上你要想买东西 就得去唐吉哥德了啊 身后这个 就是小企鹅的这个店 这印着啊 唐吉哥德啊 里面有免税啊 各种东西 要装啊 什么都有 呃 正好看到这个 TOMICA 出的这个 投文字D的S13 啊 这个是池田学长的这台车 然后也是到时候买回去 跟大家一块啊 抽奖啊 送一送 那最后就看着福岗中州 这一个地区的街景 然后跟大家说声 拜拜 探扮 poor 好 有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